今天就要我替你输成 抗职可是重罪 你出嫁 我要是不回来 那才是重罪 真以为长公主爱临婉儿 不惜抗职也要送女儿出嫁 看懂她和二皇子的阴谋才明白 她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疯女人 说此周知 别人的丈母娘看女婿 都是越看越顺眼 但范贤的丈母娘看女婿 必定是越看越厌恶 身为范贤丈母娘的长公主 不仅没有爱屋及乌 甚至恨惨的对方 每次与范贤的见面 都会留下一个巨坑 如今她卷土重来 表面上是为了参加 自己女儿临婉儿的婚礼 实则为了继续坑害范贤这个女婿 给范贤直接留下烫手的山芋 亏空了两千多万两的内裤 此时的内裤就像是一座屋顶漏鱼 四面漏风的破房子 产业低端长期亏损 随时都有坍塌的风险 而李云瑞将这样的内裤交给范贤 目的不只是让范贤入坑 而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旦范贤接手的内裤经营 陷入更大的危机 范贤主动接盘 以救火队队长的身份出现 自然而然的夺回内裤的红热纤 重新以重要的身份站在庆里身边 所以她注定不会让范贤如愿翻身 从谢阳到京都 她一路敲着锣打着鼓 撒着花 唱着歌 生怕别人不知道 范贤接手了内裤 不至如此 长公主还请来营销后 扩散出两千多万两的巨亏 原本范贤还可以猥琐发育 苟上一段时间 但经过李云瑞这样一折腾 内裤基本上就从ICU 送进太平间 这就在百姓的眼里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家伙 内裤在长公主手里争承日上 结果到了小范大人手里 亏了两千多万两 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这眼花流乱的操作过后 内裤必定还会回到长公主的手中 但你以为长公主给范贤的礼物 仅仅是内裤亏空 不 她比想象中的还要阴险 对于范贤来说 此时最致命的是对方的第二个礼物 林婉儿得知 哥哥林拱的死因 装作周知 把范贤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五猪 势必会杀死范贤的所有威胁 当时林拱之死 就是想刺杀范贤 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直接被五猪当场嘎掉 而这次五猪的回京 势必会引起惊风血雨 果不其然 在范贤得知 五猪归来后 京都就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 凶手作案的手法 与杀死林拱的手法如出一辙 此句子 还都是和范贤不对付的人 吃完 以林婉儿的聪明才智 怎会猜不到 更何况 旁边还有禁足结束 二皇子的耳边风 肯定会清风百计的诱导婉儿 查找事情的形象 总之林拱的死 最终必定会成为 林婉儿和范贤之间 最大的阻碍 而这样的结果 正是长公主和二皇子 想要看到的 范贤势必陷入 五猪vs林婉儿的选择之中 观众老爷们觉得 小范大人到底会如何应对 请在评论区激烈探讨